大家好,我是一心 联想混战升级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昨天司马南老师在他的这个图条号里边 连续发了几个小组短文 这场2021年的年度大戏 有司马南老师和刘传志等高管主演 也称得上是人民的名义之二之三了 比我们当初预想的这个突围 还要有这个好彩头 还要好看 还有可以想象的空间 前两天突然在网上 爆红了一个叫张同学的账号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我还在想 是不是这个媒体官方这边是有意 要把这个司马南老师首次联想这个事件 引起的一些民怨沸腾的现象 故意往下压一压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而已 但是我没有想到 联想现在这个一个回击 又把这个就是硝烟 本来是慢慢的开始有点平复的这种感觉了 突然又把它点燃引爆了 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司马南老师这个头条号里边发现 就是他做的这几个小的短文里边有几个截图 是关于他们内部的这个叫联想朋友圈组成的一个群里边 他们讨论应该如何去策划 围攻和这个回击司马南老师 他们这样的一个图片居然在司马南老师的这个头条号里边出来了 这就说明什么他们里边有内鬼 当然这个也只是我们自己一个猜测 也不知道司马南老师是如何得到这样的一些图片截图的 但是他们这些参与为追堵截 司马南老师的这些参与者吧 他们都是从自己微不足道的一些小的发现上 然后开始回击 就是司马南老师手自联想的这个事情 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他的这个心机是什么 他的这个用意是什么 还有人说 司马南老师肯定是某个利益集团后面 然后这个操控的一个叫工具人 为了绞杀我们中国的民族企业 怎样怎样 很多很多种说法 也只是猜想而言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实时根据 相比司马南老师在质问联想的这六个问题上 司马南老师拿出来的全部都是实时根据 全部都是在公开的这种媒体上 然后已经就公告出来的一些数据 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 很多人参与就是站队在联想的这一部分 反击者 他们的所有的证据和说法 显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就连环球时报的胡锡进胡总出来 专门发文 说他对这个司马南老师 首次联想事件的这个看法 都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这个认可 反而遭到了很大的质疑 有很多人为了博取眼球 故意去站在联想这一方 然后去质疑司马南老师 他的这些用心 但是呢 就是可能遭到的大部分都是些谩骂 和否定和怀疑 大家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联想在站出来为自己 什么所谓的这种名誉保卫战 他们是保护自己这个集团 个人的一些利益 而司马南老师 他来揭发和披露 联想存在的种种问题 他在维护自己的什么利益 他是为了 仅仅是为了出名吗 司马南老师 现在目前来是说 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名气还小吗 司马南老师 他不光是一个知名的自媒体人 他还是一个经济学家 还是一个社会学者 还是接着很多学校的一个顾问 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 司马南老师 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和他这个名誉 他是根本就不会说直当的 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去手撕联想 就揭发联想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站在背后 他是在为正义发声 是在为老百姓发声 是在替老百姓去质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也只是在替老百姓问 就是你把这几个问题回复一下 如果我司马南说错了 那么就是我认错道歉 如果我没有说错 你确实犯了错了 你也需要勇敢的站出来 跟大家说明白 就是知错认错 知错改错 所以很显然 司马南老师 不是为了什么自己的私利 然后再去奋战 他身后站的是 中国千千万万的一个老百姓 是站在人民的这个利益 这个角度上去 对人民发声的 所以他后边有无穷的力量 所以在这里我也奉劝那些 为了想博取点眼球 博取点流量 而说反话的一些人 摸着自己的良心 问一问 就是你是站在公道的 这个立场去说话吗 如果不然的话 还是烟旗席鼓吧 以免等这个事情风波平息以后呢 你不会得到任何的一个好的结果的 这两天我的视频底下 也莫名其妙的出来了很多这种 一看就是一些死的账号 然后出来对我的这个卖骂和诋毁 当然我知道这都是一群水军 自然是因为我的这个没有多少粉丝 也影响力也没有多大 所以说并没有受到一些很严重的一些威胁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已经 就是开始在这个 战战兢兢的一个讨论声中 开始有点就是恐惧了 因为昨天的时候有一个博主出来说 收到了某集团发的这个律师函 就起诉他这个名誉损失权 就是要赔偿一千万 他有点害怕 他出来说 是因为他当时指出来 就是这个联想这个网站上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 他向这个美军无偿捐献了很多这个电脑 这个事件被爆出来的时候 也是给这个事件天才加了把火 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 他也站不住久 毕竟这个博主 他是只是说提供的这个事实根据 他并没有说这个存在这种 就是说捏造谣言 混淆失听这个说法 他只是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了 但是确实存在的一个事情而已 如果有人问我说 你站队在哪一面 我肯定是站在正义这方面 站在民意这方面的 大家永远不要忘了 民意不可为 老百姓需要讨个说法 讨个公道 这有错吗 这没有错呀 对不对 我也想替万千网民 问一下这些所谓的水军 和反击司马南老师的这些 所谓的各种媒体 或就是说大V们 你们能不能替 既然是选择了战队联想 你们能不能替联想 来正式解答一下 司马南老师曾经出的这个 六个问题呢 那请把这六个问题 有理有据的 挨个解答清楚吧 如果你还不清楚 是哪六个问题的话 我在这里给你汇总一下 接下来我要说的 这六个问题 也是全网老百姓 最想了解清楚的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联想存在这个 国有资产流失的 这种可能性 就是中科院 本来评估可以 40多亿的这种股份 却建卖了13个亿 给这个泛海集团 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公开的财务报表 已经说明联想 已经出在一个 滋补抵债的 一个现状当中去了 但是他的高管 依然拿着 就是超过亿元的一个年薪 他是怎么样心安理得 和理智气壮拿这个钱的呢 这不就典型的 付了方丈 然后穷了妙 这样一个现状呢 给老百姓 得有一个说法 第三个问题 存在这个 原来这个联想官网上的 一个新闻 说曾经 无偿捐献电脑 给这个美军 但是 现在目前来说 联想电脑 在我们国内 确实以这个政府采购 我们政府是实打实的 真金白银来买的 这个是 实际上伤害了 我们老百姓的 这种情感了 因为毕竟 在我们老百姓的眼里 这个联想是属于国企 它是我们民族的 一个企业 虽然你现在已经登上了 这个国际的这个舞台 但是目前来说 在微妙的美国和 我们中国的这个 特殊的一个关系当中 你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不是有 跪舔美国 重洋媚外的 这样一个情节 在里边 所以说呢 希望这些水军们 能给老百姓 解答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说这个联想电脑 在国内卖的这个价格 反而比国外还要高 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联想的 这个组装电脑 这个厂子 在我们国内 按理来说 它这个运输和这个 运营成本应该是更低 为什么卖给我们 国民的这个老百姓 价格反倒要高呢 能不能有人出来解释一下 这个行为 就严重的伤害了 我们老百姓 对联想的这种厚爱 第五个问题 我们敬爱的刘总 一边享受着我们国家 对他的各种政策的 这种扶持和奖励 还有我们人民 对于他的这个 就民族企业家的 这样一个美于的 一个称谓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却做着这个 就是金融放贷的 一个业务 大家都知道 这个P2P的 这个业务呢 可以说是 喝着这个人血馒头 然后来这个 盈利的 所以说呢 这种放贷的这种业务啊 可以说是 深深的伤害了老百姓 对他的这个信任 和对他的这个 最初的这种民族情景 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 他那个叫 一龙袋的那个产品啊 是典型的一个高利贷 并且在新浪网上啊 曾经爆出来啊 就是存在一个 叫暴力催修的 这样一个事件 让很多的老百姓啊 真的是 把这个民族企业啊 很难以和这样的一些 就是放高利贷 这样的一些行为 你再划上等号 第六个问题 拖欠供应商 一千多万的一个货款 公司都没有钱了啊 反而 另外一边呢 还要花高价 去这个收购 摩托拉拉和这个 IBM 这样的一个就是 叫商誉 在就是迅速下降啊 就是在贬值的 这样一个品牌啊 他这个用意何在呢 让很多老百姓啊 都摸不着头脑 是不是会存在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就利益输送在里边 就让很多老百姓 都产生了很多的质疑 就这六大问题吧 也是全网 很多的老百姓啊 都非常热切关注 希望联想这边啊 能够站出来 给大家解一大祸的 六个问题啊 你们水军 或者是说 站队联想的这些 所谓的叫站队人啊 你们能不能替联想 把这六个问题 给老百姓解答一下呢 若你们不能拿出 有利的 有理有据的证据啊 来给大家 把这六个问题 解答清楚啊 我认为这些 所谓的水军也好 还是站队联想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 叫反接着也好啊 那么你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啊 起到的作用 根本就不可能是 为了维护这个联想的 这个名誉 而起到任何的这个价值 而只能是让这个事情 越描越黑 在这种就是 实战群儒的 这场大战当中啊 只能让联想啊 露出更多的马脚啊 让我们很多老百姓啊 更多的看了 联想的热闹 自古以来也都是如此的 公道自在人心 老百姓的眼睛啊 永远是雪亮的 所以我奉劝啊 很多的这种 就是水军吧 我们有的时候 做事情真的得需要 摸摸自己的良心 去问问啊 你的发心是什么 就像刚才 我在这个视频当中说的啊 斯马南老师之所以 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 真的 他是为很多的老百姓 发声的 他不是为自己的一己私利 而这个联想目前来说 他是为自己的这个利益 在保卫啊 或者说更加 明晰的是 他为很多 就是为某个人啊 为那么几个人的这个利益 在这个战斗 所以我认为啊 这个场战争啊 谁输胜利谁赢 老百姓心里啊 早就有感称了 好 本期就说这么多 我是来自大字幕的一心 喜欢我 别忘了点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